受到美沙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花莲沿海出现长浪 在下午点多 花莲溪出海口还发生了渔船翻覆的意外 海巡人员到场搜救发现 其中一名船员已经自行游回岸上 还有两名船员受困在翻覆的渔船上 幸好最后都顺利或久 渔船整个翻覆在海面上载浮载沉 海边大浪一波又一波袭来 还有两名船员受困在船上 虽然离岸边不远 但是因为风浪大 担心仕途上岸的时候撞到礁石反而危险 两名受困船员只能等待海巡人员前来救援 海巡到场发现有一名船员已经自行游回岸边 搜救人员立刻下水奋力往前游 将受困船上的另外两人救起 这起渔船翻覆的意外发生在花莲 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没杀的影响 花莲沿海出现长浪 1号下午5点多 这艘渔船在花莲溪出海口 被大浪给打翻 警方发现渔船翻覆漂浮在海面上 赶紧通报海巡单位前来抢救 该处罚于下午3点多时出港 处时度犯网的动作 比较靠近岸 倒是遭浪起然后是翻船 三名船员顺利上岸 缩信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三人都被送往医院观察 至于详细事发原因 警方将会等待三人身体状况稳定 再进行详细调查 记者陈青叶华联报道 关注事实际音乐 关注事实际上